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详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您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庄景田 庄益作 主持人 杨毅言 陈毅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异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七堵区市议员 杨秀玉 杨毅作 主持人 还有我们庄益言 还有我们陈毅言 还有我们基隆市的乡亲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秀玉姐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陈明健 陈毅作 主持人 还有我们一会同仁 庄益言 杨毅言 还有电视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来好 毅作好 而说到现在目前的情况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疫情 因为根据这个比例来说 基隆的人口比跟确诊者的比率 是全国之冠 那最近刚刚看到今天的最新消息 基隆市的确诊人数快破千 把大家都给吓了一跳 那当然三位艺座 其实今天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地方的心声 他们在这两三个礼拜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要先请就庄景天 庄艺座 谈到疫情 每个乡亲都很恐慌 尤其主持人特别提到 我们基隆市是高居第一位 因为我们人口数只有三十六万 那竟然破千例 所以怎么样去防疫 市政府跟中央 到目前还是很乱 那我们名义代表 每天接到的电话 所有的服务电话就是说 我们已经确诊了 我们已经隔离了 但是他们要打防疫电话 打卫生机 打1922 全部没有办法打通 不打通还没关系 他们用一点时间 甚至于半天 有的是一天都没有打通 我们曾经接到这种电话 那接通了以后 他们所接到的资讯 也讲得不是很清楚 那表示我们的 当然我们这个医护人员 第一线很辛苦 尤其是这段时间 像我们服务 打过去有时候也没有打通 打通了 他们真的很累 但是没有办法 第一线就是一定要碰到 但是中央跟地方所接受的 到目前 他们讲的是滚动式 但是从一开始疫情发生 两年前到现在 我想中央一直正错 都是错误的 从口罩的国家队 他们控制了 上个星期 我还接到口罩工厂来电 在促销 你看从十块钱 八块钱 五块钱到目前的 一块多 表示口罩的生产率够 好 那疫苗也是国家队 疫苗政府买不到 民间可以买到 你要打疫苗又这么乱 都是用情趣的 目前在买快塞剂 也是这样 那我们先谈谈防疫 我刚刚特别说 我们服务处接到的 所有市府的窗口 打不通以外 打通了又不知道怎么做 有的是等一天两天 也有确诊的等三天 更严重的就是 我家已经确诊了 五天的垃圾怎么处理 他们也不敢拿出门去丢垃圾 又不敢放在门前 要找谁 所以这个都是确诊者的心声 那老百姓目前遇到的 市政府一直在变说 我是滚动式的 我是滚动式的 但是这样的服务 老百姓是不能接受的 我今天又特别接到 一家已经死一口 全部都燃力 那怎么办 打到现在 我们来这里录音 我还在我们服务处 还在服务 还是没有打通 他们还在等电话 所以等于半天过去了 政府都没有办法说 建立一个很明确的窗口 就是确诊者的服务专线 还是说你询问的专线 要分开 你说你今天开放20线 20线得到老百姓 得到的通路不通 服务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们民意代表 只能对着市政府监督 然后告诉他 我们尽量来转 尽量来转 所以我想中央跟地方的防御工作 真的要特别的来检讨 要怎么样让市政府 很快的速度能够接上线 接上线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民众就反映 怎么办 一直电话打不通 我们知道市府已经开了30线 那我们要请教秀玉一座 是不是有接到民众很彷徨无助的情况 我想这几天的疫情 应该从延下到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可以说是这一波疫情 这个病毒非常的凶猛 也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那么我 就是说我记得我在去年 7月份 我就一直在呼吁政府 那我有制作一支影片 也有在我的FB播放 那我是希望说在疫情 还没有这个消退结束之前 我们政府是不是要提供人民 这个快筛事件 要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先播放 我去年度7月份 我所在FB播放这个影片 呼吁政府的影片 我稍微播放一下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那么秀玉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我想这个新冠疫情 爆发至今也近年多的时间 那么最近这个病毒 可以说是变异的相当的快 我们国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更要防范于未然 那么我们政府更有责任 来让我们国人 有足够的一个疫苗来施打 也要让我们荣誉取得 是所谓的这个快赛事件 所以更认为 有些钱政府是不能够省的 也不能够跟我们人民来斤斤计较 我们很多的疫苗 多数都是从其他国家来赠送 我们国内企业也尽商捐赠疫苗 那么这些军政也让我们政府 省下了一大笔的一些经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转换成 免费提供居家快赛地点 我们的国人 我们也可以到国外去取金 我们可以采用英国的一个方式 免费寄送到居家 也可以到免费索取快赛普及化 因为能够及时找出染疫的案例 也免于之后扩大传染 让我们整个医疗资源 限于整个崩溃的一个危机 所以这个居家快赛事件的一个方便 不但可以减轻医疗系统 也可以减轻医疗人员的一个负担 所以秀玉在这边再次的呼吁 建议能够将我们疫苗 省下的这个经费的预算 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国人 秀玉在这边败富我们政府 谢谢大家 那么我想刚刚那个影片看完之后 我想这段影片是在去年的7月1号 我不放在FB 那也呼吁我们政府 就针对这个快赛事件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超前部署 完全没有落实 那主要这个快赛事件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 就是避免我们这个所谓的交叉感染 那今天也是我们就是快赛事件 今天开放的第一天 那今天上午我在服务处 也接到很多的民众 可以说电话打爆了 说到现场排队排了非常的久 买不到这个快赛事件 那我也担心到说 会不会因为排队这么多人 会不会因此而再度的感染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快赛事件 这个部分我们政府是不是要 就是我们卫福部这边是不是要 是说让它能够说放宽的开放 让这个快赛事件以后是普及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快赛事件普及化 是意义做非常希望的 因为最近真的是 大家一定要背着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要测验自己到底是不是安全 快赛事件是很必要的 那我们要请教陈明健一座 其实在这几个礼拜 是不是接到很多民众打电话 听说你从七名人家那时候就开始 首先我想我还是先鼓励我们这些医护人员 跟我们市府相关这个所有的防疫人员的一个辛苦 但是在这防疫的措施当中 但是也很多的市民做反应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像刚刚我们赵明媛所讲的 你在之前让我们公告了很多这个一个防疫专线 这个是就是几支的一个防疫专线 而已 还没有把所有的电话号码列在里面 到最后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虽然有专线 但是往往都打不均气 甚至于有通没人接 最后市府又公告了一个24小时的防疫专线 这两支 但是我们不管是我们民来打或是市民来打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真的是连不上线 让我们市民对我们这个防疫的一个措施 所足无测 到底如果说我身边有一个确诊的市民 我是他的密切接触者 或是准备被框列的时候 我下一步到底要怎么样 就变成大家是都没有一个定则在里面 甚至于我们的卫生局的专线人员的回复 跟我们地方卫生所的人员的回复 有时候结果都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你自行判断 我想这个被确诊的 甚至于在他亲人被框列 甚至于自行区隔的这些人的下一步 到底要怎么做 你市府跟防疫的这些单位 没有一个很确切的 让我们市民有一个很安心的这样一个回答 所以我们也常常有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案子就是说家庭里面有一个成员被确诊了 你是被框列的 还是要自行区隔 但是我们还没有接到卫生单位的一个 区隔的通知书跟区隔的减信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就如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了一个三加四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里面 你知道你的家人被确诊的时候 你这个三是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执行下去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让我们市民能够了解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 我被框列或是你是密切接触者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做下一步的一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们也刚刚我们杨修议员也提到这些快筛剂的这些欠缺 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样一个措施 如果说在这个如果是我们得到 知道说我们身边有一个确诊人员的时候 我们如何自我裁剪说 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被传染的一个风险 我想快筛剂这部分是我们非常目前最需要的 对 快筛剂真的很需要 小心装益作用 快筛剂像现在的市民真的很可怜 从中央的指引错误让老百姓跟着乱 快筛剂如果到人口是我们基隆台36万2000多人 如果到户数才有15万5000户 一个一份快筛剂100块叫他去排队 从口罩的排队疫苗的排队 现在买快筛剂还要排队 你等于叫他来群聚叫他来有机会 确诊你应该中央政府就直接把预算编出来 我不讲中央讲基隆 我希望林右昌市长听到我的声音 15万户100块才1500万 你就编内预算用第二预备金 让老百姓不用排队 我限你家家医务有一份 你就不用出来排队 你自己筛剪有问题 你筛剪以后你再做第二步的推检 你有阳性你就进去 像今天我来很快 20分钟从头做到尾 我自己又露营 我要来这里还是要做 那你不要叫老百姓去那里排队 我刚刚讲了 你是叫他去请去 而且又买不到 他要限制 而且要哪里买 又限制在哪一个需要房 哪一个地方 美国和英国快赛 其实不用钱放在超商 你自己去拿 自己去要几个 一盒也给你 所以他们很自然 我现在要就拿 又不用花钱 那我现在好 既然要钱 又那么贵 15万户才1500万 基隆市政府自己编预算就好了 而且换拆机也不用这么贵 也不用 我刚刚来 录影就看到 我还打开 因为我自己认为 深一点会比较正确 那现在你可以用 唾液来做筛检 而且价位也可以便宜 立法院也在争取 一个100块 比便当还贵 50块 杨志良有进口要55块 你不行 你中央政府应该是 看他有没有合法 有没有合格的产品 你要控制他 他不能进来 你买不到疫苗 人家民间买得到 这个就是中央政府的错 然后你滚动式 你又没有检讨 我现在还怕说 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 如果人事增加到某一个程度 那我们政府的医疗设备 医护人员足够吗 这个中央政府应该要去检讨 所以快篩技术是希望金融市政府 并预算送给每一户 这样就不会去排队 也不会去有群聚的机会 对那时候大家很多人就在说 现在又要排队 那就是增加了这个风险 群聚的风险 那本来没有卵疫 只有现在又变确诊 那就是根子要高了 而说到这个我们要问一下 秀玉异做是不是还有要补充 这个我们快篩技的一个进口 要让普及化 因为你这个快篩技 如果没有普及化的话 你外来怎么跟病毒共存 而且这个费用太贵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买得起 这个快篩技 不是像口罩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快篩技 让它普及化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里还是要呼吁 再次的呼吁政府 我们政府要以我们老百姓 为人民的一个身家 安全健康要为首要 绝对不就是多 应该说不能对我们老百姓吝啬 即使再多的钱都要花 尤其是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 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 所以对于这个快篩技 绝对不能吝啬 再多的钱都要花 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对我们老百姓要补助 我们政府所有的钱 都是老百姓赚来的 这也是我们应该要的福利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快篩技一定要普及化 才能够把这个 所谓的这一次的这个病毒 能够让它慢慢的 就是说远离病毒 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跟这个病毒共存 是病毒共存这一件事 大家都已经开始有共识 但如何让大家人的心可以安稳下来 其实是大家最需要关怀的 我们想请教民间一座 还有要补充的吗 谈到这个快篩技 昨天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刚刚所讲的家庭里面有确诊者 然后被跟那些同住的亲人 如果是要外出的话 必须要做快篩 但是我昨天也是跟某个旅的旅长 也在请教他说 对于我们公交部门所发放的这个快篩技 一人有5G 可以到卫生所去领取 但是他是以在我们卫生单位 有被类测的被隔离者 被区隔者或者被匡列者的 名册上有资料的 你才可以到卫生所去申请 这个也许可能还要去跟卫生所确定 但是电话还是一样 一句话就是不通 所以我们一些的 没有在类测名单里面 就是刚刚专业所讲的 我们必须要到药局去排队 七个区里面 我想我们市政府也公布了 七个区的药局 哪里有快篩技可以去申过的 这个部分 而且陈时中也说 原则是一个人 只能带一个卡来去带领 所以刚刚有个案例就是说 你的家庭里面已经被你 区隔隔离、匡列 不能外出的时候 他需要快篩技 他要怎么去领 他要如何取得这个快篩技 打给里长 当然 他里长要应付很多的事情 打给我们一言 当然我们也是想办法让他 能够取得哪怕是一只两只的一个 筛技 能够有一个人采婴 能够外出 为这个家庭采购的生活物品 跟再继续购买其他更多支的 这样的一个筛技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筛技要发放 我觉得卫生所应该不要说只限制于说被隔离的、被区隔的、被匡列的 为了要防疫我们的这个疫情能够再扩大 我想这个筛技应该是补发给我们基隆市的这样的一个市民 是就是要请听地方的心声看看地方民众到底需要什么 同样的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关心我们的调拨车道 在安热区228期间 基金23路的调拨车道 让不少的地方民众大叹 哎呀不行啦 因为真的回家的路变得很遥远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庄景田庄义座 庄义座也特别为我们带来一支影片 我们要一边看一边来一支桌 开始讲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们安热区基金23路往万里金山的路线 那每到假期就是一定塞车 所以交通队就从228开始失败 失败的228那三天 市民反应非常大 就是他们失受爱走 因为通过那边除了当地的老百姓 上下班以外 其他都是观光客 所以市政府交通队警察 其实是希望能够疏解交通 让那个行程缩短 可是他当地老百姓不知道 所以他的说明会老百姓是不要的 但是他们失败也让他办 清明节办了反弹很大 就是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 市政府又失败清明节 清明节又有缓和一点点 把时间上又有点调整 但是我想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当然是希望达到交通队的标准 能够真正的缩解 但是目前有两个缺点 就是第一个 我刚刚讲你跟当地的说明不清不楚 因为他要回家就是可以左转 新加坡设计他左转就到了 你不能让他一直走到 那个极星山路的天桥在回转 第二个就是观光客他们要通过 他对地方道路也不熟 我们原来的道路面积是一个车在一个机车道 现在改为两个双向的车道 中间又有一个分割岛 那分割岛这样影响他们的视线 所以外来客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造成速度又慢 进行中也慢 表示这个调整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的事半有一点改善 但是因为他滚动是不是早上十点就到晚上八点 没有 早上现在没有车 他就让他不分流 就是不调拨 那现在早上不早上下午回来的 那回来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就是晚上夜间视线更不好 都靠交通队 所以事半期间所有警力全部投入 他们除了要办案以外 整天都在那里指挥交通 所以造成大家的不便 那我是希望说既然老百姓的反应 那司政交通队又这么用心 我们第二次的检讨也是说 用科技的方式来设办 不要设限说 我一定要下午四点到八点 清明姐的第二天 我六点多去看没有车 因为那一天好像 撒木头都撒晚了 提早回家都提早了 所以你不用在那边一直等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下一次的这个端午节的调拨车道就用滚动式 就是用一化 三十分钟调整一次 三十分钟来调整 在这调整之前最重要是市民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要怎么样来做调拨的这个路线调整 不然老百姓当地的要回去都赚一大千 要左转又不能左转 所以造成他们的不变 他们反应还很大 那交通队的用心 我是希望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就是在科技方式以外 说明会要讲得更清楚 让老百姓知道今天要调拨了 几点到几点 而且滚动式的 什么时间要缩回去的 不用 没有车就不用了 不用一直等到晚上八点 让他们真的很辛苦 是 就是要有明确的措施 然后滚动式修正 像这样的滚动式修正 大家都是觉得很OK的 跟刚才的那个运气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要让人民有所遵循 而说到像照顾地方民众这一件事 要对大家来看看我们七堵区 七堵区的富民公园老旧的地点 很多民众都会在那公园玩 但是那个地点的老旧 在市议员杨秀玉的争取下 已经全面唤醒 在秀玉阿姨监看协助安全推高高下 小巷幼儿园的小小朋友们 试玩新的荡秋千 玩得非常开心 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 为什么荡秋千好玩 可以荡 你喜欢玩荡秋千吗 喜欢 现在荡得很高 这样觉得好玩吗 好玩 杨秀玉表示 感谢富民里长维护公园的用心 并且由他协助争取大约一百万元的经费 更换富民公园原本老旧的地点 全部换成新的安全地点 同时设置新的荡秋千 已经全部完工 等待验收中 在向主管单位市政府明镇处 报备了解安全无余后 杨秀玉特地陪同幼儿园小朋友现场试玩 了解还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个富民里这个武里长 他对我们这个社区公园的一个就是关心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亲子公园非常的缺乏 因为这里的这个地点已经年久失修 他有跟我建议说 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软电 这个安全软电的这个设施 那我也争取这个整个这边附地的这个 就安全地点 包括这个荡秋千 还有包括这些荡秋千的一个整理 那也谢谢我们里长 非常关心我们这个亲子关系 还有公园的一些设施 对于重新整理过后 铺有全新安全地点 以及设有荡秋千的富民公园 幼儿园老师也觉得小朋友来这里玩很棒 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会顾虑孩子的安全 所以有安全的地点 洋艺员给我们很好的环境 那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就是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我们蛮放心带孩子来公园里面玩 对 杨秀玉希望主管单位可以赶快验收完成 儿童节前正式开放 在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下 给小朋友们一个相对室内安全的户外儿童游戏场所 这其实就是地方民众的小小幸福感 有一个很棒的休闲空间 就是里面的小确幸 我们要请教杨秀座 其实像这样的为地方民众着想的案例还不少 对 那么我想秀玉从政的这七年多来 我一直都非常地关心 就是跟我们相亲生活在一起的相关的议题 就刚如我们主持人讲的 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相亲 住在这个城市是幸福感的 觉得在这个城市住的是非常地开心快乐 所以我这七年多来都非常重视这个所谓跟相亲住在一起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就是议题 比如说公园也好 马路的平整 包括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个干净 所以我包括一些就是卫民服务的一些 就是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所以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影片 就是公园 那公园应该是说我们可以说 这跟老百姓每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 也是我们就是老百姓每天游弃 一个基本的要去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亲子工也是非常地缺乏 那我也希望说政府一定要重视 就是跟相亲生活周遭有关的这些议题 尤其是基础建设 一定要做得非常落实 那我也发现到说 我们政府有很多的设施 在它的就所谓的这个维护的一个预算的边内 非常的少 所以你光是说这些设施 但是你后来后面的维护费用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这个设施 做了没多久之后 可能就没有相亲再去使用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 就是任何的一个设施 它的维护费用一定要编列进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相亲的这些周遭的环境 这个营造 我希望政府一定要去重视它 对 这就是倾听地方声音嘛 像其实刚才说到的很多硬体设施 其实后续的维护费用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到时候大家民众来反应的时候 其实很伤脑筋的不只是名字 其实政府官员其实也都是很麻烦的 而说到这一个 要带大家再来看我们的基隆原住民 基隆原住民有9000多人 但是低收与弱势家庭大概有100多货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陈明健一座与众单位合作 一起举办寒冬送暖 亲自将整乡的民生物资交到部落家庭手中 在过年前夕要让他们过好年 岁末寒冬 台湾原福会与基隆市议员陈明健 及市政府民政处特别举办了寒冬送暖 在各界三星企业支持下 今年有15户弱势原民家庭受惠 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已经长达八年的时间 来在我们基隆市 为我们族人做相关的一些 弱势团体 弱势族人的一个家庭 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 那在这个服务过程的当中 发掘我们原住民族人有很多 就是在底层生活非常困苦 甚至呢 球门无助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也造成了就是他们在生活的一些困难 相当的多 所以呢 我们每一年都有在办理这样的一个 寒冬顺暖的活动 但是呢 今年有稍微扩大了一些 我们是期盼让我们的弱势家庭 跟经济弱势的这些原住民的族人 跟家庭 能够在过年期间 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的 这样的一个气息 尤其在他们原住民家庭里面 有一些家庭生活环境比较困难的 甚至于居家的环境 有一些破损的 我们也都会联系一些志工团体 尤其有一些的基金会 在他们的协助之下 在他们这些的木物料 房屋的材料的提供 甚至于能力方面的提供 也都能够到我们叫清寒的原住民家庭里面 来让他们的居住环境能够改善 甚至于让有一些的物资来提供 使他们在这一段过年期间 也能够跟我们一样 有能够这样子快快乐乐 能够平平安安的来过年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善心人士的善举 能够到我们原住民每一个比较弱势 经济上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们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也将争取跟我们公家单位 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 较弱势的原住民家庭 能够享受到这些 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除了寒冬送暖 台湾原福会今年1月初 号召志工帮忙一对生长夫妻 完成了房屋修缮工作 让个案的房屋不再漏水 从影片当中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弱势家户是很需要被帮助的 而且超高龄社会即将到来 年长者的营养跟饮食很重要 因为会影响到息息相关的健康 也跟生活品质都是很有紧密关系的 所以陈明健异作就是一直在努力的 为原民打造第二个家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异作了 首先在这边先跟大家也说明一项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同胞 很多都是从花冬 原乡里面移居到我们基隆市这里来 毕竟在原乡跟我们都会区的生活环境 跟生活的习俗跟惯息 有一些的差异 甚至于在文化方面 有一些的一个差异在里面 所以我们很多原住民的族人 在都会区里面的生活 当然会面临到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刚刚我们在影片也看得到 这些弱势经济的一个家庭里面 除了在生活上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以外 我们不管是从他的精神上来去鼓励 甚至在物资上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我们会特别来重视 尤其在弱势经济家庭这一块的里面 但刚刚我们也看到在影片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修缮里面 我们也不会被忽视被忽略掉 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 让我们原住民在基隆市有第二个家 所以自从我上任当医院的时候 尤其在老人这一块的照顾 是让他们能够除了是在他们自己家庭里面 有自己的子女照顾以外 希望在子女不在家里 比如说他们日间去上班的话 希望老人家能够有第二个地方 能够被照顾到 像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原住民长者 在日间里面能够照顾 他们的第二个的一个关怀据点 所以民间在上一届的议员上任之后 首先我就为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长者 在我们原住民会馆 来执行了这个我们老人共餐 这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也感谢很多的这个三星人士 提供这个物资 跟这个交通的部分 来让我们的老人家 能够感觉得到能够被照顾 而且民间也在这几年当中 一直跟我们中央卫福部 争取有关原住民的文化健康账 这一块好不容易申请了两年 在109年的3月15号 我们成立了第一间的原住民文化健康账 在我们的村政区的原住民会馆里面 持续的我们不应以只有一站为满足 所以在这两年之后 我们也持续的争取 终于在我们七堵区 七堵区这里在我们百福派出所的对面 也再继续成立了我们基隆市原住民 第二站的文化健康站 来服我们七堵区的这样的一个长者 所以我们为了原住民的这些 扶持跟我们所有家庭的就一些需要 我们不断的跟我们的 社会资源也好 跟我们的公部门也好 一直为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 来做这样的一个争取 也希望他们在这个文化健康站里面 能够除了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之外 也让他们这些的文化也能够做一些转成的这样的一个机能 甚至于我们要把这些长者的这些智慧 能够用这样的亲身的来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而刚刚在影片我们也看到我们原福会跟议员服务处 一直也关心我们基隆市积住的一个问题 这个为什么说在这几年当中 民间也一直为了我们原住民这个积住的一个问题 你极力的跟我们市府也好 跟中央人民会一直支持也好 所以我们在每一年对我们原住民的居住环境的修缮 甚至于你要在我们基隆市 过买你的居住的房子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补住 从刚开始的10万12到今年我们在建构住宅的补助里面 已经提升到22万 在我们居住的修缮部分原来的9万 现在我们也提升把它最高的限额到补助到11万 而且我们这个申请的日期期限 就是从下个月的5月1号到下个月的6月30号 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基隆市的族人来去申请 这两个月的时间 也希望他们在居住这部分 能够得到有很好这样的一个安全 因为原住民能够到都会区里面买到自己属于一个房子 非常非常的一个不简单 而且买的地动房子毕竟是全新的 尤其是已经是屋龄好几十年的 有必要要做修缮 所以在不管是建构的补助跟修缮的这个补助 民间一直努力让我们原住民能够在都会区 有一个安全居住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安全居住的一个地方 生活就会更好 所以家庭也会过得更和乐 对 真的就是要关怀我们的好朋友们 然后不管是弱势族群 还是我们的亲少女朋友或者是妇女朋友 相信我们安乐区这边其实也做了蛮多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庄景前庄一座 刚看到杨宇言那个公园亲子乐很高兴 但是我一直在长期在对公园的这个建设 一直都有另外一种抗亡 就是你应该要做一个打卡景点的结合 还有地方的文化元素注入 刚看到的刘滑梯荡秋千就是怎么样 都没有改变 四十年前也是 只是他旧的换新的而已 应该注入一些有一点打卡的意义存在 还有注入我们地方的元素 像我们秦人舞它是一个教育公园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四十几甲的土地 所以它没有办法 不想去动它 就是让它有原来的意味存在 好山 海水 它是真正的山 但是公园就是应该你应该看到的就有点不一样 刘滑梯你应该改变 高一点还是转多一点 让它小朋友玩起来更刺激 而且它的造型又喜欢 还没玩就先要照相 那妈妈也好 长辈也好 那小朋友更快乐 所以公园的特色应该是潮一化了 这样会改进 那这个高领社会到2025年 我们台湾五个人就一个65岁以上这样的成长 那高领社会我也是希望说 政府照顾的部分是有限 长照2.0十年的计划 老实讲 你最好能结合当地的学校 社区 你办公处 还有社团 社团以外还有企业 这样他才让这些长辈有第二个家 因为长辈说实在都很长寿 那年轻人压力会很大 让他白天出去 有一个很好又安全的地方 让他整天在那里很快乐 那这个快乐要怎么样输照 第一个你办公室里面会提供出来 社团要去介入做服务 志工 服务以外也有表演 那企业家也提供一点资源 让他们中午可以吃好一点 营养一点 那这些学校也可以在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让这些长辈从早上跟上班一样 我九点来 我到中午到休息到晚上回去 让家里的小孩子没有压力 他因为有人照顾 而且又免费 所以将来这个高领社会 这个说实在来 一般家庭会受不了 所谓受不了包括医疗 包括一些他们的生活用品 因为年轻人现在的经济压力真的很大 我老子也是一样 赚的钱是有限 还好不用养你 所以现在你在 如果政府不这样做规划 你长照之内只是你的部分一点点 我刚刚讲 你要结合民间学校通通一起来 让这些长子 第二个家就是这么安全这么快乐 这样才会达到目的 对 这就是要营造幸福生活 就是面具到多元化的去关怀去考量 而说到这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外木山 外木山居住的权益要顾及 所以要做好沟通协调 一块来看在市议会上 我们的庄义座的资讯 那个关销处 我们外木山沙滩 平日是下午两点到七点 假日是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七点 如果这个时间点人潮那么多 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完全变掉 我在这里只有建议 今年已经过去了 明年在开放之前 希望能够跟当地的居民协调 怎么样让他们的生活环境 包括交通 包括这个卫生问题 包括安全问题 晚上都有人在那里 我是建议你 明年在道理沙滩开放之前 能够有这些协调的改善 我刚才看到这个质询是我们外木山居民的新生 外木山是一个基隆市唯一 非常好的小沙滩 小景点小额美 这个月的12号 这个蔡依林去那里做打卡的拍片 又轰动起来 平常车就那么多 市民的新生是这样 你来我们很高兴 但是你造成我们的不变 我们很反对 为什么这样讲 假日现在就开始 只要天气很好 平常都是客满 他第一个停车场有限 第二个管理 我刚刚执行大家有听到 他的这个救生员只有四个小时 而且有委外的 那一般机会那里玩当地人占多 那当地人就是只要白天有时间 我就在那里玩 那那个地方造成不变的原因 也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它是北关处管部分 因为经费都是北关处出的 管理者是我们厂话处 第一个经营者是我们 也没有什么经营 只是他们对外就是关销处 所以各走过的 所以我在执行特别提到 在四月底之前 他要开一个地方说明会 就是协调会 因为碰到疫情 他通知我又要延期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提到 只是希望市政府能够听到 不然你六月初一的开放 当地基民营会有所动作 因为你们造成他们出入 第一个回不去 没有地方停 最后垃圾都放在那里 晚上又会放鞭炮 所以他们的生活比全部都改了 为什么他们会造成这样 因为景点很好 沙滩现在很少了 第一个免费 所以大家都去了 所以我是希望说 这样老百姓的心声 刚刚我前半段的基金二三路的分流一样 你当初都没有跟他们协调 造成他们的不患 他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 他们也不会去抗争 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就是我家嘛 我车子停在我前面总是可以 这样就造成 最后你说你不去管理 我是希望说这个协调会 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然后告知游客要怎么样来这里做休闲 要有所规矩 不要让造成地方的不变 反而成为一个污点在那里 这是我的建议 对 真的就是要听地方民众的声音 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六堵社区发展协会 在杨秀玉异作的协助之下 其实开办了非常多的课程 让大家收获满满 这是由六堵社区发展协会 烹饪班的婆婆妈妈叔叔阿贝 志工们纯手工制作台湾传统小吃 超阿贵完全不添加任何化学原料 连草绿色染料都是由志工们 亲自到邻近县市 栽取野生的鼠取草来制作 有甜的红豆馅 也有咸的菜薄米 两种口味 对啊 就是很开心啊 我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 那个米都是我们自己磨自己 用干的都没有用机器用的 那个爱草的都是自己滚 什么怎么说 一半的 一半的 滚 三个 自己堆的 这都随随 全都手工的啦 林生粿 帮忙我们来制作 教我们教导我们制作这个超阿贵 我在这之前 我们也去各地 去拔那个树微草 那个现在的环境 可能比较差 所以很少 我们都跑到很远的地方 去收集 全制作业是蛮繁复的 才有今天这种成果 我们做 大概要做一千多个 分送给我们六堵这边访试户 六堵社区发展协会志工们 不仅有做各种台湾传统小吃的好手艺 也非常团结 自己编组分工合作制作超阿贵 从洗草馅料 乌贵到包线到真煮超阿贵 以及最后的定型冷却盒包装 各个小组志工们一贯化 纯手工作业 让市议员杨秀玉感动又肯定 制作好的超阿贵 也都分送给社区三百多户长辈 以及访试户的独居长者 让他们感受来自社区暖暖的爱心 六堵社区在超阿贵上十六堵 这就是满满的地方幸福感 要来请教我们的秀玉一座 对 那刚刚我们主持人讲到幸福感三个字 其实我们政府就是要做到 这所谓的给老百姓的一个宗旨 是要让这个我们的人民 我们老百姓就是幸福感 就是在这个城市是开心快乐的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中的这些资深美魔女们 还有这些资深帅哥 也是所谓这些长者 他们开心快乐的当下 把他们的长才融入这个社区 其实这个对我们这个身心健康 都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们人的心情 你要有个美美的心情 心情美美的你才会 身体才会健康 所以我一直非常重视我们社区的一个营造 社区的一个营造 就刚刚我们讲的 我主持人讲的幸福感 那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我再来讲一下说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社区的一些 一些基础建设也好 包括这个社区的一些营造 这个是我们政府本身就是应该基础 要该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还有所谓的一些长远的一些规划跟目标 那我是身为我们企图去选出来的一个名义代表 那我也引用了我们国父 他曾经有提到说 我们救国的四大纲领 就是人尽其采 地尽其利 物尽其用 或唱其流 那我把它引用 把它融会贯通 就是我们市政的推动 我们市政的推动 也是要人能尽其采 地要能尽其利 物要能尽其用 或要能唱其流 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区块 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我们七堵区的腹地非常大 占了全吉隆市的腹地大概有50% 原本有将近50几个person 那我们有把一些土地面积 有土地有提拨给安乐区 所以我们现在的土地面积 还有将近47% 48% 所以我们的地非常的大 那我们七堵区又 可以说是火车站 可以说是台铁的大站 我们的腹地不但大 还有我们距离双北也非常的近 那最近在讲这个捷运 那捷运也讲了一二十年了 那之前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也到七堵 那我也希望说 这一次这个捷运能够真正的是 真正的落实 而不是都是一直在 那我们基隆市的乡亲觉得说 根本就是空谈 就像在纸上谈兵 我们要的不是在纸上谈兵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让我们老百姓真的乘坐 让我们的城市是四通八达的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 地要能尽其利 以七堵的这个条件 因为我身为七堵区的名义代表 我们家在地方 魏敏部也四五十年了 也应该说将近超过快半个世纪了 所以我对 就是说应该这样讲 我对地方我们七堵的了解 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条件在哪里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政府不能闭门造居 一意孤行 尤其这些政府相关的局处的官员 你们是在念书 但是你们要把这个念书的这个维言大意 要真正的融会贯通 要真正的实践 落实在我们的乡亲 这才是我们 就是说政治的真正的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叫 落实在乡亲的福祉 所以我一直非常重视说 不要只是 就是用自己的这些官员 用你们的思维在做事 在治理事正 而是要去倾听 我们要有个生态的平衡点 这样才能够真正对我们的乡亲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今天我个人认为说 刚刚我们这个主任讲那句话 幸福感三个字 这个幸福感真的非常重要 也让我们就是说 未来这个基隆这个城市 让很多的外县市的这些民众 他们想 我想要搬到基隆来住 我觉得住在这个基隆 是一种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说 未来我们基隆市政府 应该朝这个方向 幸福感 往这个方向来去 就是说向前去推动 对 就是要营造幸福感 所以我们的陈民建 陈毅座 其实在园民的部分 他争取了非常多的项目 我们要请教陈毅座 好 有关这个幸福感的话 但是在这边 我就针对我们劳工这部分 因为民建对于劳工这部分 我一直非常的重视 所以对劳工的权力的部分 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重视 因为劳工可以算是 我们的基层的这样子一个 整个经济的一个带动者 所以对我们劳工 所有的权益 我们不可以忽视 所以在我们基隆市原住民这一块 因为他们都是实际到职场里面去工作 从因为过去的很多的公安事件 发生的非常的多 所以政府也特别重视公安的一个问题 所以最近只要是原住民的这些劳工 能够进场到我们 民建工地也好 他们必须要有证明提出说 在年度这三年里面 有参加过我们职业安全卫生训练的 这样的一个结业的一个证明 才能进到工地里面 如果没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个治安卡 对于他们整个的收入 有非常的影响 收入影响当然也影响到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民建为了给他们 这样的一个家庭幸福 所以也希望他们在工作上都安全第一 所以每一年至少有办过两次的一个 职业安全卡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劳动部希望不能有群聚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一两年里面 我们减少了一次的一个次数 所以民建对这个劳工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里面 特别的重视 尤其从今年的五月一号开始 我们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 开始生效施行 这个对我们劳工带来有更大的一个保障 他除了扩大我们的城堡范围里面 也扩大了我们所有的纳保的对象 但是这个我先声明 这个不是针对原住民 就是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劳工里面 都可以被保障得到 而且也提升我们的保险给付里面 特别他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加保一个对象 就是个人的这个雇主 或是个人的一个劳工里面 不像过去里面 如果是你个人 一个人做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 没办法去做加保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次的五月一号 这个灾保法的实行之后 不管你是收雇于自然人的雇主的劳工 比如说我们工地的公投 或是临时工 甚至于这个雇佣15岁以上的 这个同工里面 都可以作为一个纳保的一个对象 而且他们加保的申报的方式 也把它弄得更简便化 就是提供多元 更加简便的加保措施 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便利商店 目前劳动部 先从7-11 这些iPhone的机台里面 可以做这些加保的一个动作 还有透过我们的网络 甚至于我们的手机 或是跟工会里面 都可以随时来做加保 而且也从你加保之后 我们保费完成的那一刻开始 就等于你已经有受保障了 所以不像过去一样 你必须提出申请 可能要过一两天 而且没有一个加保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 所以这次我们劳动部 在5月1号施行 这个债保法的时候 所以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劳工 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 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上 都能够得到在安全上 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这个是民间一直对我们 劳工的权利跟福利的重视 是 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权益跟努力 那我们最后两分钟 我们要请教三位益座 有没有什么话要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想疫情这么严重 还是希望大家都做好防疫 落实防疫的这个工作 让疫情赶快过去 维护我们正常的生活 大家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 就是要好好地保护好自己 防疫工作要做好 我们的秀玉座 那么我想这波疫情 真的是蛮严峻的 那秀玉在这边也是呼吁我们相亲 因为我们基隆市可以说是地下人丑 那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可以说比一般的外现实来讲 可能会更紧密密度会更高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基隆市 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基隆市会 它的传染率 它的这个确诊率 确诊数是最多的 就是跟我们的地形 我们的地形有关系 就是我刚刚讲说地下人丑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 比一般比外现实要来得高 所以在这边呼吁相信 还是尽量在这个防疫期间 尽量还是不要在密闭空间 尽量还是不要群聚 那做好防护措施 我们一起来打败病毒 是 好好的保护好自己 最后我们要请民间议者 在这个疫情缘禁的时刻 大家齐心来抗疫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基隆来加油 虽然在防疫的措施这部分 受到很多一个批评 但是我们还是要 对我们这些的防疫的人员 医护人员 还是要给他们一个鼓励 在这边这个时间刚刚没讲到的就是 我们基隆市原住民危险保险 在这一刻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还没有入保的 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络 就刚刚我们的劳动的那个 纳保一样 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